大家好,我是妍妍 我是文杰 是,我们再看一下中华圈的新闻 首先呢 你要吃东西的话一定要小心 然后不要吃一些野味的 不要多吃一些野味的东西 也不要多吃一些这个 比较生的东西 因为你有容易患上一些寄生虫的病啊 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 在中国贵州的贵阳花戏区 有一名姓流的女子呢 发现她体内有一条虫 很可能就是爱吃野味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呢 因为根据这里的报道有说到就是 她去年就是开始发现自己的右侧乳房呢 长出了这个肉流 但是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的 但是呢因为这个肉流呢 肉流呢就是越来越大 然后出现红肿的情况 然后还有脏痛的这个症状 甚至呢有时候感觉有东西 在这个体内游走的 所以呢她开始非常非常的担心 然后她就到这个医院去求诊的 怎么知道发现 她的这个乳房那边呢 就是有一条 她就是从这个肉流呢 她就取出了长达就是20厘米的一条桃虫 很很恶心的一件事情啊 对 常常的 但是呢 据医生说了 她说因为这个这个人呢 她也许会多吃一些野味啊 然后有一些东西摄取的是不太卫生啊 然后又导致体内出现了寄生虫 而且这个寄生虫呢 可以全身游走的 通过血管肌肉等等地方全身游走 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到 身体有些部分在游动 另外呢 这个有一些寄生虫呢 她不单单会生在这个乳房上啊 她会跑上去这个肝脏啊 还有这个肺伤啊 头部啊 脑袋 脑袋里啊 啊 等等的都会产生寄生虫的 所以劝请大家呢 还是少吃一些生的东西 包括一眼胃上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没有经过高温消毒之后 它都会有一些寄生菌在里边的 然后吃到身体里之后呢 它有可能就转化为你身体里的寄生虫了 嗯 另外除了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那个新加坡 周华县呢 在新加坡开场 嗯 那么一个中年男子呢 虚报爆炸 虚报有炸弹被捕了 对 那一个当时的有一根谢 就是谢氏的男子呢 就是他叫做彭胜凯 当时候呢 他带着他的妻子 还有六名还有呢 就是一起进到这个体育场里面呢 就是观赏 这个周华县的演唱会 他当时候呢 就携带了一个黑色鞋尖的背板 因为不满 因为不满不能带这个水瓶入场呢 所以呢 他领检的时候呢 竟然说他有照弹 就是我有照弹 当场呢 就把这个警察呢 给吓坏 就是当场的这个 Security Guide给吓坏了 然后呢 他就报警求救 经过这个警方检查后 这个男子的鞋尖包呢 并 就是没有发现水瓶 也没有任何的这些可疑的物品 可能 这个男子就是 不满 就是因为他不满 就是不能带水瓶入场嘛 就是恶意的 就是 就是故意的 就是说我有炸弹之类的 嗯 我觉得这种事情是 最好就不要干了 为什么呢 而且是 我有炸弹这件事 最好不要说 为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呢 非常非常的敏感 无论在马来西亚 还是新加坡 因为 IS的事情过后呢 就是有人看到 为什么这些国会上 会有发生炸弹的事情 为什么在一些某某场地 就是上次在 就是Arena Grande的演唱会 也是同样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在演唱会 也最好不要随便说出 这样恶意 如果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也不要随便说 这样的话 因为 的确会让人带来恐惧感 然后人害怕 嗯 是 所以新加坡的警方这方面呢 指该名男子呢 是抵触了联合国 也就反恐措施条例下的 虚报恐怖威胁禁令的 罪名下被逮捕了 那么一旦这个男子罪程呢 可面对不超过十万新元 也就是三十万令吉的罚款 或不超过五年的监禁 或两者监视 所以呢 在没事的情况之下 要少开这种玩笑了 嗯 我们除了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 中国的南部 包括澳门 香港广州 广东这方面出现了台风 而且这台风造成的灾难 还是蛮严重的 根据当地的这个中央 气象台 有报道这个台风的事件 在这个波卡当 就是波卡当天呢 就是早上九点的时候呢 在台山 东南部沿海的这个登陆呢 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的风力 时速是高达一百一十九的 一百一十九公里的 而且附近最大的风力是十二级 傍晚的时候呢 前后移入的就是广西的这个境内 所以呢 有这个广东省的防总 启动了三级防风的这个应急回应 这个响应 深圳早上呢 也是宣布了就是 全市进入台风经济防御的状态 包括了这个珠海 中山 江门 还有阳江市区 就是也是要求就是 全市停工 还有停客的 所以呢 有报道说到这个 波克的这个雨量呢 是天和的三倍 所以呢 当天的早上八点的时候呢 呃 广东大部分的地区 广西中南部 呃 福建南部 还有等等的这些地区呢 都下起了这个大雨 还有暴雨的 嗯 所以呢 这是第二次台风了 第一次台风是天鹅 那么第二次台风是帕卡 那么帕卡的雨量呢 是天鹅的三倍 而且它的这个风力 也比之前的要大得多了 所以呢 导致了这个广西广东福建省 还有这个海南岛的东部 都部分的地区下起了大雨或暴雨了 呃 之前 之前呢 其实在这个 呃 香港这方面 澳门这方面 都严正以待了 除了天鹅之外呢 还有这个帕卡的来袭 那么在狂风暴雨之下呢 香港大部分地区 当天早晨啊 早晨的时候 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 那么 比起周三的时候 天鹅上周周三的时候 带来的这个大部分的地区 录得的超过50毫米的降雨量 又多了一倍了 而且呢 多地是进水的 目前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呃 就是沿海呢 在掀起了三公尺高的巨浪 而且在其中呢 导致了这个八人的受伤 除了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之外呢 香港和澳门这方面也派了一些船 然后救灾的船 在这个等待及时 等待这样子的一个及时的救助 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可以看到之前啊 我在朋友圈里啊 票圈里看到这个 有在澳门的朋友们 然后他们说三天断水啊 就是没有电也没有水 当时台风确实很严重 而且在学校里的这个水都没有了 所以还需要从这个内陆里 也就是珠海这方面 运进水过来 供应正常的人们的用水 所以在这一场的风暴当中 确实严重的威胁到 或者是影响到当地民众的生活了 然后相关的事情 也需要进一步的妥善的处理 以及完成灾后的一个改善 或者是说供给的协助的工作了 我们再看一下除了这个呢 我们再看一下新加坡啊 再回到新加坡看一下这个 他们现在新加坡的四招车呢 还有这个德式市场 其实现在已经饱和了 而且呢 现在目前还有四千辆的这个车 是无人租用的 所以现在面对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现在新加坡市场所面对的 过去呢 这个迅速扩展车队的这个 私造车业者呢 就是Uber 最近在开始的出售期下 就是一批车铃 仅有一两年的车子呢 其中包括了丰田Prius 还有这个LT等车款的 所以呢 在因为新加坡的这个 私造车还有德式的季节竞争呢 加上了这个私造车呢 基本管制条例上 这个条例呢 就是在上也生效了 导致市面上的这个大批的 呃 私造的车啊 还有这个德式 也是闲置了 超过就是无人租用的车子呢 保守估计哦 他们说有四千辆左右的 所以呢 就是预计市场已经饱和了 根据这个市场的 有一个消息说到 就是Uber旗下的车行 就是Lion City Renter呢 在一两月前呢 就是开始分批脱售车队 估计他们就是 一共一共有五千 五百到一千辆车子呢 已经脱售了 也根据了解就是 因为这个 这个车行呢 有大批的车辆 长久停放在 这一个全岛多栋的 私人停车场内 无人租用 所以呢 就导致呢 就是他们必须要 把这些车子都给脱售出去 不然的话 他们就要 就是要去负担这些停车费啊 保养费 还有等等 租金的这些非常 非常贵的这些 钱啊 就是要把它 就白白的付出去啊 嗯 所以其实市场 新加坡的市场 也是比较小的 那么这个 招车 然后的市场 现在已比较 比较饱满了 在此种情况之下 只能出售 多余的车辆了 那么出售 特余的车辆 又有 有人愿意去买吗 也是另外的 一个疑问 因为在新加坡 购车啊 买车 是需要有一定条件的 同时呢 预想买车的人 可以买车的人 也有他不同的一种需求 他愿意买这个 Uber 剩下的一些车吗 也是另外的一个 一个一个疑问 那么在这个新加坡 普通的公共交通 还是蛮方便的 你可以从一站 坐到另外一站 完全不需要去开车的 在此种情况下 其实Uber 所面临的问题 是蛮大的 所以呢 他销售 他其余的车辆 他最好要考虑到 这个国家之外 新加坡国家之外 其他国家的一个 去销售到其他的市场 这样子的话 也许还有一些 能够卖出去的一些 一些希望吧 好 我们除了这个呢 再看一下 中国这方面的 军委参谋长换人了 然后 因为中共十九大 就是临近 解放军的高层呢 就是高层人士 率先就是有变动 根据这个国防部的 他没有传出一些消息 说到 就是陆军的司令 这个司令员呢 就是李作成为了上将义 就是中央军 军委联合参谋长的 这个谋长身份呢 出席国际反恐会议 这意味着呢 就是李作成 已经集体了这一个 就是防风辉的 这一个职位的 就是复兴就是这个 军队要职 铁定在这个十九 会补生成为 这个中央军委委员会了 那么据另外的一些 媒体报道呢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 参谋长 以做成呢 周六在这个吉塔克斯坦 应该也叫 嗯 塔 嗯 什么是 首都 这个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应该是这样子的翻译 塔吉克斯坦首都的 这个上 杜尚别 那么会见了 这个参加第二届的 这个 阿中 阿中巴 塔四国的军队的 防恐合作协调机制 高级的领导人会议 嗯 其中呢 还有这个 巴基斯坦陆军的参谋长 巴基瓦勒 所以呢 这也是李作成首次 以此身份在公开场面亮相 但是据资料 我们看一下 现年六十四岁的李泽成呢 他是个湖南人 入伍后呢 历经班长 排长 1979年以广西 军区边防独立师 步兵连长的身份 率部呢 参加对越南自卫反击战 那么 齐连队呢 也荣获了集体一等功 被军委命名为 尖刀英雄连 那么李作成呢 也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的称号 战后呢 那李作成呢 就历经了营长团长 市长等值 在1998年 荣升了第四四十一 集团军的军长 2013年呢 出任成都军区的司令员 2015年 今月呢 晋升上将 军改之后呢 李作成成为首任陆军的司令员 也是少数具有实战经验的军方将领 这样子的一个任命呢 也可以看到 习近平在19大前夕要换班 有一些 其实之前打大老虎啊 小苍蝇抓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逐步的换班了 那么现在军委的参谋长啊 要换人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对于习近平 对于军队的掌控 也有助于习近平 对于军队的掌控了